1965年开春 日本围棋月刊写下两则新年议语 一是高川阁九段当选日本国会议员 第二就是在日本职业棋界初出茅庐的林海峰 会夺得名人头衔 没想到杂志上的一句玩笑话 一语成诚在没有人看好的情况下 林海峰竟涌夺名人挑战权 并成功击败坂田荣南 迎娶名人成为当代旗舰的英雄 这是二美妖林海峰的故事 林海峰出生于1942年的上海市家中妖子 父亲为林国贵 曾在中华民国外交部任职 不过林海峰的围棋启蒙老师 却是哥哥林海涛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 隔年随即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 不到四岁的林海峰随父母来到台湾 林海峰从小就展露不凡的资质 才九岁就在全国围棋赛展露头角 1952年围棋大师吴清源 在日本升降十番棋中获得全胜 回台被授予大国手的称号 时任中国围棋会会长的周志柔 特邀吴清源大师与林海峰 在台北中山堂下棋 其让六子 最后林海峰输了一幕 不过仍表现出围棋上的才华 在吴大师的鼓励下 林海峰被父亲送至日本学棋 当年他只有十岁 1955年 驴日尽量年多 林海峰在名额放宽之下 晋升初段 成为日本棋院最年轻的职业骑士 引发轰动 在此之后 林海峰迅速晋升二段 三段 其间并拜吴清源为师 在1962年 在身段不到七年后 林海峰已达职业七段 同时也是当时日本棋院 胜率最高的骑士 然而尽管成绩突出 但棋界谁也没料到 林海峰会在名人循环圈中突围 当23岁的林海峰 最后打败藤泽彭哉 取得名人挑战权后 跌破了大家的眼镜 不过接下来 要迎战的板田荣南 可是天大的挑战 板田荣南起风犀利 擅长激战和制孤 有剃刀之称 在吴清源之后 称霸日本棋坛 与吴大狗手并称昭和 最强的骑士之一 而在此之前 林海峰曾四次挑战板田荣南 战绩是全霸 挑战名人堪称不可能的任务 据说林海峰当时紧张极乐 特别请教老师吴清源 该如何应战 老师只跟他说了三个字 平场行 名人挑战下七番胜负隆重展开 第一局林海峰输了 板田居高临下的说 绝对不会有二十多岁的名人 没想到林海峰后来三局连胜 板田虽在第五局半回一城 但林海峰第六局完胜 祭走对手 成功夺得头衔 创下日本史上最年轻的名人 自此之后 林海峰越升世界顶尖骑士之列 在日本围棋称霸世界的年代 他先后在日本七大贯中拿下名人 本营坊 王座 石段 天元 鸡胜等六大头衔 并连续五度取得天元战头衔 获得名誉天元 最重要的是 1990年林海峰在获得两届亚军后 在富士同世界大财中 遇上中国骑士聂魏平 并赢得最后的胜利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 林海峰至今共赢得35个日本正式骑士冠军 自1964年首次打进名人赛循环圈之后 创下39年保持在循环圈内的在籍记录 而2015年8月6日 林海峰达成个人生涯1400胜 至继赵志勋之后 史上第二位达成生涯1400场胜举的职业棋手 林海峰老师纵横棋谈多年 曾是日本围棋的巅峰 台湾起名对围棋的代名词 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却不是他辉煌的战机 而是他努力不懈 越战越勇的精神 往往在棋局中 明明前半盘落后 却总是在后半盘反败为胜 被日本人誉为不死鸟 二眉腰 二眉腰是日本相扑用语 形容相扑力士有两个腰 总是可以稳住下盘扭转劣势 就算到了现在 已遇80岁的高龄 林海峰依旧没有放弃下棋 两边 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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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边 三边 八边 四边